我们上次大概在这边有很多朋友参加过 我们讲了庄子的第一篇 就是逍遥游 我们大概也跟大家交换了一个意见 就是什么叫做逍遥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 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说你好自由自在 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 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上一次有参加过逍遥游这一场的朋友 我们讲过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 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 它不想做鱼了 也许做了很久的鱼 它想飞起来变成鸟 所以它怒而飞 水急三千里 震动整个海洋 它就飞起来 而且飞了六个月没有停 庄子的世界像一个神话的世界 可是上次我们大概也提到说 经过近代一位著解家炎富的著解 它认为其实西方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 生物物种的演化 鱼变成鸟不是不可能的 也许时间必须要拉长 可能是在三亿年 甚至可能是三十亿年 去完成一个生命的改变 那重要的是说 有没有那个动机 希望这个生命不困守在一个原有的 已经完全习惯的环境 因为环境会改变 环境改变了以后 这个生命怎么样去适应环境的改变 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从鱼变成鸟飞起来 我想这是我们上次谈到 逍遥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也记得我上次好像也建议过大家说 我个人的经验 我在读逍遥游的时候 读庄子的时候 我很不能够耐烦的在教室 在书斋里读庄子 觉得一直想走出去 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哲学系去旁听庄子 陈古英老师教的 那每次读完以后 就很想跑到山里面去乱跑 因为我们上次讲 北名有鱼 其名为坤 那那个坤 也就是台湾台南的坤生的坤 那个一个一个浮在海面上 像鱼的背一样的沙舟 如果你坐在安平 一直到高雄的茄定这一段的外寒 你可以看到七个坤生 连续不断地在海洋当中 像鱼一样浮现他们的背脊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拿着逍遥游 在读北名有鱼 其名为坤 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我不晓得从上次的逍遥游到今天的奇物论 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装饰 那你就走出去 你去爬一座高山 你去到海边走一走 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 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 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庄子绝对不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的一个哲学 它好像希望这个哲学能够变成在生命里面去印证自己 能不能从一条鱼飞起来变成那个鸟 而且它常常形容的空间的大 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比如刚刚说 这个鱼飞起来的时候 它用它的鱼鳍跟尾巴振动海洋 它用了水集3000里 那个海浪被集起来3000里的浪花 让它团扶摇纸上9万里 它都在讲空间的大 好像也意图告诉我们说 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空间其实非常的狭小 不要被这个狭小的空间局限住了 能够有更多对大的空间的某一种向往 我想如果生命里面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大的空间的挑战 我想基本上已经是逍遥的核心 逍遥这个字的核心 很多朋友大概都有经验 你去登一座别人觉得很不容易征服的高山 到了那个山的主峰的顶端的时候 你大概都会大叫一声 而那个大叫我觉得是庄子讲的 北民有余 其民为坤 怒而飞 这些句子里想要讲的东西 就是你有生命里面有一个跟天地想要对话的东西 跟天空对话 跟这一个一望无际的原野对话 跟那个浩瀚的海洋对话的那个企图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自己成长的环境里 比如我在台北长大 都市总是狭窄的 你打开窗户 通常你看到就是别人的窗户 那门对着门 其实我们好像始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胸打开来 我前七天 这个礼拜我在池上在东部画画 画了一张四公尺长的 大概也是我历来画画最大的一张 那朋友也说 为什么你台北都没有画大的画 我觉得在台北的时候 因为你的视野 不管我们说的view或者vision 它其实是被挡住的 所以你没有那个意图 当然我如果走到阳明山的高峰上 我还是可以看到大空间 可是大部分我们在生活里 你会觉得那个空间好狭窄 它是被挡住的 那如果一个孩子在公寓里长大 他从小他的视觉一直是近距离的 很少有这种眺望 那像到池上 因为是东部的重谷 你常常走出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之间 有这么大的一块土地 然后让你看到一整片的绿 绵延到天边去 我想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有点像我跟朋友讲说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 是在一个岛屿上长大的人 是因为我跟朋友去了外蒙古 去乌兰巴托 然后从乌兰巴托 我们就走戈壁 大概走了四天住在蒙古包里面 然后在路上常常司机也要问路 那问了路以后别人就跟他回答 说你往前一直开 开两天以后右转 那当那个蒙古语的导游 翻译给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好奇怪 什么叫做开两天然后右转 那因为我在岛屿里面长大 我其实没有这个开两天以后 右转的经验 不太有这样的经验 那么意思是说 如果我在一个大的空间当中 我的生命跟这个土地 跟这个空间辽阔的关系 它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听到一个蒙古的老人 坐在那个落日的园野 然后唱着传统的长调 那个声音是 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形容得非常好 那个声音好像可以把山推开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山 因为它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原 可是你觉得那个声音 一直在往最远最远的地方走 可是如果我今天在我的公寓里唱歌 我想我已经限制我的声音 不可以去干扰别人 它其实那个声音不知不觉的 已经受到阻挡 所以你没有办法听到 像在纵谷里面 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里面 出来的那样高亢声音 你也很难听到 蒙古的草原上一个老人的长调 可以把自己的气拉到这么长 所以我想这是读庄子的时候 一直感觉到庄子关心的核心 其实在生命本身 这个生命如何能够改换自己的环境经验 能够去对更大的空间做一个挑战 在这个空间里 能够无所不在的悠游自在 好像那个才是他渴望的逍遥 然后到第二篇 他讲了奇物论 逍遥到奇物 我想是他庄子的那篇 七篇里面非常重要的两篇 对生命的鼓励 第一个是鼓励你逍遥 第二个是鼓励你奇物 我想奇物用最基本的概念来讲 我觉得他比较在这一篇当中 重视的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 我的身体的自由 可以经由我自己的心灵上的悠游 我可以从北冥有鱼 齐民为坤 变成飞起来的那一只大鹏鸟 那是挑战空间的 那到奇物论的时候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 我一直不是很懂 因为他一开始讲的一个故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上次我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我觉得庄子有很多部分 非常像我们读的武侠小说 它里面常常出现一些蛮怪异的人 比如说奇物论一开始讲的就是 南郭子齐 南郭子齐 有人认为不只是名字 南郭就是城市 郭有城市的意思 就是城南的可能前京区或前政区的一个叫紫齐的人 南郭子齐 那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修道的人吧 一个修行的人 我们知道修道修行都跟读书无关 武侠小说里常常有这样的人 就是什么洪七公那种 就拿一个乞丐棒子这样出来的 我觉得民间的武侠小说里面相信有一种生命的修炼 不是经由知识 它不一定是经由我们所说的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这样的一个系统 不是在主流教育里面 那可能跟儒家讲的那个修身齐家 不看手机不跟人家讲话 我们认为他在修行 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修行其实有没有可能无所不在 我到新乐街 然后一个传统的小摊子 然后看那个人下一碗面给我吃 他的所有的动作 抓那个面的时候放到水里烫的动作 然后客人一批一批来 他就一再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他在休息 就是那个动作他已经熟练到非常自在 他有时候眼睛都不看 他就抓红葱头或者加一点酱油或什么东西 他所有的东西的按部就班 我想是在几十年当中锻炼出里面的一种利落 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动作好利落 可是那个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高手 就一出手你就知道说 我去弄的话一定一塌糊涂 可能还把自己烫伤 可是他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干净利落的 我觉得我忽然觉得 我愿意叫这样的东西叫做修行 就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在自己的专业里 不断的日复一日重复 而做的不会去怨恨的 不会去抱怨的 而在里面一直感觉到自己 做这个工作让自己有一种进步的 我相信那个是修行 当然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读书 可是读书不一定都是修行 如果他只是为了考试 拿学位他就不是修行 修行是说最后里面有一个东西让自己感觉到 好像生命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忽然觉悟忽然打开了 我相信那个是修行的东西 所以这个南国子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我不知道他经由什么方式修行 是经由我刚刚说的读书 还是经由煮面给别人吃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可是我想他是一个修行的人 那庄子也没有做细节的介绍 可是只是介绍这个人出场了 很像王家卫的电影 那出场了你大概就知道他是高手 引机而坐 就坐在一个茶几的旁边 然后他仰天而须 抬起头来看天 他跟天有一种对话 有一种呼吸 好像在慢慢的把自己的呼吸慢慢的吐气 仰天而须 答言若上其呕 那这个视觉是透过一个第三者在看南国子齐 不是南国子齐 自己看到的自己 是有一个人等一下就会出场 他在看到南国子齐 然后他就说 他好像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形骸 呕 有一点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 可是这个身体在他引机而坐 仰天而须的时候 在看的人觉得 他怎么好像没有一个 不是一个形体的存在 这听起来有一点神秘 可是我 我常常会跟朋友说 《红楼梦》这本书里面大概几百个人物 有些人物是非常肉体 他一出场你就觉得是形体 比如说王熙凤 大家回去可以把王熙凤出场的那一篇找出来看 大概有长达一整页在讲他头上戴的什么东西 身上穿的什么衣服 所有的色彩 所有的绣花 每一个细节 用一整页在介绍一个女人的出场 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物质的 它所有的存在就是一个物质的存在 可是你如果翻到林黛玉出场 完全没有描述 没有物质的存在 它用的是交喘微微 有一点喘气 泪光点点 好像眼睛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泪水 你如果写作文写 我今天班上来了一个学妹 泪光点点 大概老师会觉得不知道怎么 可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有一个人 他的眼睛里面好像是有一种泪光的 那当然林黛玉本身某一种感伤的个性 他就用很简单的八个字说 交喘微微 泪光点点 好你就看到跟王熙凤的描述完全不同 因为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它是一个魂魄 好像是一种魂魄的感觉 那这个南国子齐被形容 引击而坐 仰天而须的时候 你忽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让你感觉到 好像它是一个形体的存在 可是又已经超越了形体的存在 所以看到的人就开始问话 看到的人是谁 是严惩自由 可能是南国子齐的学生吧 或者说一个晚辈 大概比较年轻的 然后一直大概也可能是 比较崇拜南国子齐 也知道他在修行 可是一阵子没有见到他了 所以他看到南国子齐 现在隐姬而坐 仰天而须 他非常惊讶 那个惊讶就出来一句话说 何居乎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何居乎说 你怎么会是我现在看到的 这个样子 下面两句是 他看到的样子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是严惩自由 可能一个比较年轻的晚辈 看到一个修行者 修行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 再看到的时候 那个形体上的改换 他就讲了两句说 行 故可如稿木 所以你的身体从头到脚 你的身体怎么像一棵枯掉的树 而你的心 好像是已经旺盛烧过 剩下的一段死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常常用这两个成语 稿木死灰 那日常生活里 我们可能都会用 那我也很希望朋友想一下 你大概在什么时候会用稿木死灰 大概也不敢乱用 你看到一个朋友很久没见 说你怎么变成稿木死灰 我想他一定气死了 因为现在我们用稿木死灰是骂人的话 有一点觉得没有精神 好像没有生命力的感觉 可注意庄子很多的典故 现在被用成成语 都是反面的用法 可庄子在这里显然经由 言成子游看到的南郭紫棋 身体变成了稿木 身体变成了稿木 一段枯死的木头 心变成像烧过的 剩下来的没有余温的一段死灰 是在讲他生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而这个层次是年轻的严惩子游 有点惊讶的 甚至有点不解 人怎么可以修行到这样的状态 这是我刚刚提到说 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读懂 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解这一段 也可能用自己的主观在读解 因为我们总觉得搞木是不好的 我们也觉得死灰是不好的 所以在去年当我正式要出版 《奇物论》的有声书的时候 十月底吧 我就带着《奇物论》 到了日本去 那其实有一个目的是 想要在日本节气上 小雪到大雪之间的时候 去看搞木跟死灰 有点像我刚刚提到说 我曾经背包里放着逍遥游到了安平 从安平一直走到高雄的捷定 去看七个昆森 去理解庄子说的 那个北明有余其名为坤的坤 大概是大自然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可是这一段我不太懂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去挑战另外一个时间上 我很陌生的状态 比如说我在台湾长大 不止它是一个小的岛屿 我对辽阔的空间不到外蒙古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那同时台湾是一个亚热带 如果到了南部 几乎是一个热带的地方 我们很少有雪的经验 下雪的经验 所以我们对搞木的理解也是有限的 除非你大概到高山上 你大概到了 其实荷欢山就会看到 像它的东风 北风 祖风 你会看到一些冬天的圆薄 那种枯老的样子 就是一棵树 在冬天大雪纷飞的季节 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形貌 如果我在台湾的热带的平地 我不太容易发现 所以以前在台北故宫 我看过很多北宋画的一种画叫寒陵 寒陵就是寒冷的冬天的树林 我觉得画得很好 可是我其实了解不够深 不够深是说 我没有经验这个寒陵 我想庄子非常强调经验 他觉得如果没有经验 就像他说 夏虫不可以与冰 夏天的昆虫 你跟他讲冬天的冰 他无法理解 好 注意 我一次强调说 庄子并没有看不起夏天的虫 他只说那是经验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庄子非常强调 我们自己的经验如果有限 我们的理解就有限 那他的逍遥奇物 都是希望说能够把经验尽量地扩大 所以也许得到他的鼓励 我就想说我试试看 带着奇物论到日本 到在仙台下飞机 然后往北走 那一段是日本冬天很寒冷的季节 那刚好到了藏王 就是一个滑雪的地方的时候 还没有下雪 可是住了一个晚上 当天晚上就下雪 就是那天的节气刚好是小雪 所以我在我的导读书里面讲到这一段 就是说也许庄子需要我们 从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里 去理解什么叫做稿木 因为稿木对我来说 我当然容易理解 它是文字上讲哭死掉的树木 好注意我现在的语言当中 哭死 这两句话可能有语病 因为稿木是说 你觉得他已经死亡的数 可是他是不是已经死亡 我不能确定 我到了藏王在那个 一场第一场出雪 大雪之后 我就很兴奋 我就赶快跑出去说 我要去了解一下稿木 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大家知道 我好几次到日本是看秋天 秋天的时候树叶变红 那个过程非常的惊人 大概不比春天的花要逊色 那种灿烂 从黄到慢慢变 转褐色 然后淡红到深红 一段一段的变化 就是你面对日本的秋天的 那个枫叶变红的时候 其实非常动人 可是可能就离开了 其实我一直 好几次去日本看枫叶 我没有机会等到枫叶全部离枝离叶 如果看到那个景象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不同时间的意义 就是 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以后 剩下的那个枯掉的主干 我可能会叫它叫稿木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 这棵树对庄子来说 好像预知 接下来是一个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天 寒冷 没有水分 干燥 你必须把所有养分 除去到自己身体的主干当中 把应该割舍的东西全部割舍掉 那个时候叫稿木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解释 能不能让大家慢慢开始知道 奇物论里面讲到的稿木 是说 这棵树曾经年轻过 曾经在春天的时候朝气蓬勃 每一个枝叶上都是翠绿的叶子 可是现在它的容貌变了 大家会不会想到难过此期 它年轻过 大家也记得它年轻的样子 它壮年过 它中年过 可是它变成稿木了 所以对一个严惩此游来讲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 忽然觉得惊讶 你怎么会变成形如稿木 可是形如稿木 会不会是在冬天 我们看到的那棵树 如果在台湾爬高山的朋友 大概才会看到 可通常 你在高雄 你看到的都是 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现在的凤凰花在开花 阿博勒在开花 你永远看到是朝气蓬勃的 生命的现象 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如果气候一变到 高雄忽然来一场大雪 我们这些树 会是什么样子的容貌 我觉得这是庄子 希望把学生带进到 这样自然的空间 理解 时间里面 并不是只有青春 他讲的奇物 很可能说 我们在向往青春的同时 有没有发现 所有在老年的生命 另外一种顽强的生命出来 那里面所应该被赞美的东西 就是搞木 我相信一般人真的不是很容易懂 包括我刚刚提到说 在年轻的时候读奇物论 我始终没有真正懂搞木死 会有很深很深的意思 可是这一次到日本以后 过度兴奋 因为看到一场大雪 你知道一场大雪以后 整个的风景全部变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到 我在那边拍的一些画面 所有原来的绿色都不见了 全部变成白 然后所有的水面跟天空 都变成暗黑色 就是我形容它有点像 一张原来的彩色缤纷的照片 忽然变成黑白 可是我不知道摄影的朋友 会不会觉得黑白照片到今天都非常迷人 因为它是彩色照片 没有办法取代的 因为它过滤了所有多余的东西 就是色彩是 视网膜上的表象 我们不太有机会把视网膜的 两千种表象全部拿掉 这些蓝 这些蓝 这些绿 这些分云的琐碎的东西拿掉以后 它会呈现本质的黑跟白 而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寒灵 以及看到为什么宋代建立起一个全世界没有的画风 说我只用黑白 我手上有各种颜色 可是我不用 我只用两种颜色 黑跟白 而让你看到黑的建层跟白的建层形成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以来 一千年的这个绘画全世界都没有发生 因为有颜色为什么不用 可是它坚持它的主流就是水墨 水跟墨就是两种东西 那这里面有一个沉淀就有点像说 有一天我们玩够了彩色缤纷的照片 你会发现那张黑白照片这么迷人 因为它里面有过滤性跟沉淀性 那生命什么时候能够把青春的缤纷沉淀 成为一个可以反省的东西 我相信大概是过了中年 所以庄子显然在奇物论里 希望对于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是物种的生命 后面那个阶段有一个不同的凝视 因为很少有哲学 把这一段时间当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也许庄子觉得生命经验经过青春期 壮年 中年以后 度过以后到稿木的阶段 是另外一种升华 这个是他想要讲的奇物 在时间里面的奇物 或者说当我走到大雪纷飞的户外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鞋子很快就湿了 因为是热带的鞋子 我从来没有在雪地走路的经验 然后忽然发现我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因为鸡的雪大概都是20公分到30公分 然后脚陷在里面 然后立刻因为湿就冰了 整个就冻僵了 大概也觉得很危险 因为再下去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整个雪地当时都没有人 我就赶快回到民宿去 那个民宿的主人也在笑我说 你怎么会这么没有经验 你怎么会穿这个鞋子跑去采雪 他说我们都有准备雪鞋 所以他就拿出各个不同尺寸的雪鞋 我就换了一双才出去 好 我讲到这件事情是说 庄子一直在提醒经验 当你没有那个经验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无知 我以为我的鞋子在台湾到处可以跑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进到雪地 因为它不是那样的环境里面 能够踏雪的鞋子 所以有了那个雪鞋的帮助 我就在田枝谷湖绕了一大圈 非常幸运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因为是出雪 所以完全没有被人的足迹踩过 没有被动物的足迹踩过 完全干净的出雪 然后看到所有庄子要讲到的稿木 那么也重新认识 这个言成此游 对修行者心故可如稿木 而心故可如死灰呼 那我今天看到的隐积者 我靠在一个茶几旁边坐在那里 我看到你坐在那里 跟我上一次来 你也这样靠着茶几坐在那里 可是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好 注意一下 因为时间 时间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画面 如果我们用电影的蒙太奇 剪接在一起 我们在十几岁靠在一个茶几边 等到有一天你七十岁 用同样的姿势靠在那个茶几 拍着照片 你会忽然觉得好尴尬 而那个尴尬里面也有一种感伤就是 一下子几十年过去 可是是同一个动作 同一个场景 你试试看 现在有时候大家用合成的这种方法 你忽然发现 好像我的七十岁可以跟我的十七岁对话 好像去问一下说 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的十七岁 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是七十岁 我跟很多朋友说 你翻到那个时候日记 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就说我不要活过二十一岁 活过二十一岁好可耻 我看到日记那一段 我吓一下 当时真的写出这样的句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读了希腊哲学 觉得生命一定要在最灿烂的时候结束 现在已经可耻了好几倍了 可是也很庆幸觉得 还留着一个稿木的身体 可以回头去跟那个十七岁 再对话一次 我相信这是庄慈在东方哲学里 试图把时间里面的物种的 不同生命的容貌 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合成 所以我一直觉得 它是一个了不起的画面的组织者 所以这个言诚子游 问这个修行者说 我不太敢相信 我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我以前看到的那个人吗 我现在看到靠在茶几边的这个人 是我以前看到那个靠在茶几边的人吗 所以一连串的疑问 他不敢相信 好我们看这个 修行者怎么回答 好所以南郭慈其就回答说 你问得真好 你问得太好了 我正是也许在等人 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回答他三个字 无上我 我失去我自己 好我们看到无跟我是同样都是我 我失去了我 听起来很抽象的一句话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庄子的哲学如果把一个时间的要素介入的话 我们每一天都在失去我们自己 那希腊哲学也有这个部分 一个哲学家把他的脚放在水里 拿起来再放进去说 我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水 其实都在讲时间 在讲时间 可是也许庄子更具体的说 我这个字 我们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可是不是 分分秒秒 我这个字都在改变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 也绝对不一样 何况 已经成为搞木死灰的我 跟那个青春意气风发的我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 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容易从字面上误解的负面的意义 说无上我是负面意义 它反而是正面的 人不是活着 本来就应该不断丢掉过去的我吗 所以无上我会不会是庄子 刻意要提醒说 你本来就应该跟那个我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儒家不太谈不同的我 因为儒家一直希望生命里面 一直达到圣贤的状态 所以圣贤的状态 就不会有两个我 可是庄子觉得 人的生命经验当中 本来就有好多我 一个努力奋发的我 跟一个有一点偷懒的我 一个想要把马拉松跑完的我 跟在半途上不想跑的我 大概都是我 所以我觉得庄子在这一个部分 在跟儒家哲学非常不同 就是他并没有把我定于一个固定的状态 如同他希望把我们带在一棵树前面 看树的青春的灿烂 在春天的样子 也同时等待大雪之后 让我们去看稿木 说其实是同一棵树 可是因为我在热带 在这个热带岛屿 其实我没有太机 没有很多的机会去比较 我认识的同一棵树不同的变貌 我相信在日本他会看那棵树 在春天的樱花 跟到秋天的红叶 可是基本上还是两个季节 而不是生发跟死灭 这样的对比 可是庄子希望 也许时间里面有更多的对比 比如他最后可能会推到 生与死的一个对话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 他今者无上我 今天我失去了我自己了 我觉得试试看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理解齐无论里面 比较深的这个意义 因为我自己觉得逍遥游 是比较容易喜欢他的 很多人读完逍遥游 读齐无论 碰到这个老头子出来 变成稿木死灰以后 就有点读不下去 我碰到很多年轻朋友 就觉得齐无论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没有那么神话 可是齐无论也许适合等在你生命的中途之后 有一天我们的形貌变成稿木 我们的心境变成死灰 死灰到底是什么 现在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那个事情我不会发怒 为什么我从二十几岁 从欧洲回来 好容易发怒 看到社会上有一些不正义的事情 不公平的事情 很容易跳起来就开始讲话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 某一种东西不见了 那个热情不见了 那它是不是像死灰 那我在死灰的生命状态 会不会向往说 我二十几岁曾经这么热烈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结论 而是说 一个也许今天会说 哇 这个人已经老了 他现在跟他讲什么 他都不动情 你跟他说谁是总统候选人 他都安安静静不回答 他觉得他已经搞木死灰了 那也许不是搞木死灰 也许看到一个年轻的批评 来自年轻的批评的时候 你心里知道你曾经年轻过 你曾经比他还要热烈过 你曾经比他还要愤怒过 你曾经比他还要燃烧过 然后今天你很希望在那个死灰的状态 跟你自己曾经炽热的火焰做一次对话 而它是生命里面的两个状态 并没有好跟不好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理解 也许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需要读奇物论 因为我们往往只会有一个单向的指向 那事实上奇物论一直告诉我们说 搞木是要跟那个青春的翠绿对话 死灰是要跟那个曾经燃烧过的旺盛的火焰对话 我相信那个社会才会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那如果我今天在这样的年纪 坐在一个高雄的街头 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过 我会祝福他 我会希望他继续愤怒 我会希望他继续有他的燃烧的热情 看到不正义事情继续发言 可是我当然不是二十几岁了 可是死灰并不是没有意见 死灰只是能够有更大的安静 回忆自己曾经燃烧时候的火焰 炙烈到也可能伤害自己 也可能伤害他人 而如何让那个温度在死灰里面 还保有它的余温 能够安静下来 好 我这样讲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是很容易理解 我今天要讲奇武的意义 就是这次到日本 其实给我很大的感触 是说在不同的年龄 读奇武论的时候 有非常不同的做笔记的感觉 我做了好多的笔记 然后也发现这些笔记 可能跟魏晋的 以来郭相 王毅 所有住庄子的人不太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说 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注解装死 那试试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他说的无上我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注解 也许真的是那一颗稿木 我觉得它是稿木 它死掉了 没有树叶了 没有绿色了 就像一段枯骨一样 可是后来我发现错了 它只是在度过冬天 它除去它所有的养分 因为如果它不割舍 应该割舍的 它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所以大家知道 冬季的寒带的植物 是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它让你以为它死亡了 可是它用那样的死亡 甚至蒙混过大自然 然后到来年的春天 它可以一一的发芽 它可以一一的发芽 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提醒 我自己在一个热带的岛屿 我可能越来越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不耐烦等到冬天 那在大自然里面 也从来没有给我 三个月下雪的冬天 让我去历练自己 历练自己 我大概六月会跟云门舞集到俄罗斯 然后我就想说 从莫斯科 然后又到圣比德堡 然后还要坐很漫长的火车 在路上要坐什么 我就找到了托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 如果大家有兴趣 等一下到成品去看一下 你拿到手上就在考虑说 我到底要不要买它 因为它比两块砖头还要重 那我年轻的时候读过的 可是我忽然觉得 你到俄罗斯 你连读法国小说都不过瘾 因为卡米尼一厢人 一个下午就读完了 如果你要读日本的小说 川丹康城的雪香 雪香我是带着去月后堂子 就是川丹康城 雪雪香的那个地方 我在火车上 一段火车 七十分钟我就读完了 结果你忽然发现 为什么俄罗斯的小说 都是这么大 安娜卡列尼娜不是最大的 你去看它比它大一倍的 战争与和平 你去比战争与和平的四本 还要大一倍的 静静的顿和 然后你就发现说 为什么俄罗斯的人都写这么大的小说 可是你想那个土地是多大 而那个土地上有多长的冬天 而那个生命要熬过 多么寒冷的冬天 让他自己相信 一个活着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读的东西 会变成历史上的名作 好 我这样讲的时候 提醒我自己说 我们是不是很不耐烦 可能一天没有人提到你名字 你都觉得不甘心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媒体是每天 那个名字就在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你忽然觉得很害怕 然后也知道说 这个岛屿上没有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小说出来 没有像Takowsky那样的电影 那么安静到 一个画面可以这么长的 那我相信跟他的生态有关 跟他的环境有关 他没有一条河流 可以像静静的顿河 可以留这么几千公里长 我们的河流 大概从中央山脉下来 一阵暴雨来 一下就进到海里去了 就是他有他的热情不错 可是他好短促 没有耐心 因为超过一个半小时 可以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 我就不耐烦了 可是如果你要走两天以后右转 你要怎么去理解 你跟一个空间的关系 或土地的关系 那这是我觉得 当我在读庄子奇物论 在这样的稿木寒林当中 去读的时候 我的感觉不一样了 就是原来他们都没有死亡 他们是比死亡更顽强的存在 因为下一个春天 我确定每一棵树 大概都要不断的生长 这是在藏王的出血当中 记录的这些稿木 那有一种稿木是真的稿木 这是在加拿大 有一棵曾经被飓风吹倒的大树 那因为它大概上百年的大树 所以整个市政府 就把它放在那边 变成一个装置 那也希望一个城市 一个很年轻的城市 知道说他们有原始林 而原始林里面的树木 是可以几百年的留下来的大树 所以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在周末 假日他们就会爬这棵树 那这棵树 它是稿木 就跟刚才说 来年春天会发芽的树不一样 因为树皮都没有了 它是真正的稿木 可是等一下大家会发现 庄子等一下会形容 人会发出声音叫人类 大地会发出声音叫地类 天空会发出声音叫天类 我们现在讲的天类之音 是从奇物论来的一个典故 他举出来的地类就讲一棵 死掉的树 他说这棵树 你看它死掉了 可是它有很多中空的洞 当风吹起来的时候 它会发出各种的声音 如果你不仔细听 你根本听不到 他认为那个声音 是比柏林爱乐 还要了不起的音乐 所以他要他的学生去听 地类 天类 不要局限在人类 尤其不要局限在媒体的人类 大概更可怕了 意思说人的声音太琐碎了 能不能去听大地的声音 能不能再超越一下 去听天空的声音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所以因此对他来讲 没有死亡的树 如果他可以跟风 发生各种的互动跟关系 他就不是真正的死亡 好 下面我要跟大家介绍 历来都有人在注解庄子 什么叫稿木 什么叫死灰 然后如果读庄子 别人会推荐你读哪一个版本 哪一个版本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好有趣 受庄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诗人 苏东坡 苏氏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 刚好 有一对日本老夫妇 他们收藏了苏氏的枯木怪石图 然后拿到加斯德去拍卖 在香港拍卖 那我知道这个消息 我当然对这张画我也很感兴趣 我就上网看 大概就在我经过小雪 走过那片雪地之后 没有几天我就看到他拍卖成功了 拍卖的价格是17亿 17亿 当然因为苏氏根本没有画在人间 那连这一张是不是绝对可靠 也有很多人在怀疑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 不是这张画的真味 我想要谈的是说 苏氏画了一张枯木 怪石 强调枯木 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枯木 大家记得绘画史上都在画牡丹 彩色缤纷艳丽的花 第一个把枯木变成主题的是这个画家 而且他的身份其实不是画家 他是一个诗人 可是因为得罪了朝廷 被抓起来关到监狱 一百多天差点判死罪 最后下放黄州 在人生最辛苦 最落难 最悲苦的时候 我想他读庄子看到稿木 他忽然懂了稿木的意义 所以拿起笔来就画了一棵 奇奇怪怪的枯树 那这棵树 是死掉的树吗 还是刚才我们说 来年春天 等待春天还可以发芽的树 我们不确定 我们也无法再去问苏氏 可是注意一下 那个时候 在黄州下放的苏氏 是几乎没有饭吃的 他跟他的家人住在一个庙里面 那个庙叫定会院 就借住在庙里面 因为政治犯没有人敢碰他 那一直到后来 有一个朋友实在看不过去 才写信给当时的军营 因为军队有比较大的土地 就说你们东边那个坡 没有用 要不要就拨给他们夫妇 可以种一点菜 来养活自己 所以他就有了 在黄州的第一块地 所以从此以后 他不再用苏氏这个名字 他用东坡居士 东坡是什么 到了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活下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自己 无丧我 死掉一个苏氏 活过来一个东坡 可是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在文学史上 艺术史上讲的 其实都是东坡 而不是苏氏 苏氏 苏氏有很多年轻的嚣张 有很多愤怒 有很多要看到不公益的事情 就要指责 不然也不会下到监牢 可是东坡就不是了 东坡以后 他还继续受苦 还被下放 下放到广州 他就跟人家写信说 广州也蛮好的 这边荔枝很好吃 那这个是东坡 就是说东坡跟苏氏的不同 是苏氏是锋芒毕露的 因为19岁 联考的第二名 本来应该是第一名 大家觉得这个人太有才华 怕他太得意了 就给他第二名 那我想得意忘形是庄子的典故 就得意以后人会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样子 也许就忘了修行 所以东坡最好的东西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是这个时候写的 是他画枯木的时候写的 一个生命可以变成枯木 无上我之后 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力量出来 我想这是 我特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很机缘凑巧 好像东坡的这张画 拿来筑解了稿木 那我当时知道他17亿拍卖成功 那我也不知道谁买的 所以我就在日本临摹了一张 那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用这样的方法读庄子 就庄子其实让你觉得 在某一种巨大的生命透彻的悲哀之后的 一种自我调侃 自我游戏 就是看到生命透彻的巨大悲哀之后 像苏氏 那样的一个财子进到监牢 然后几乎要被陷害到 判死罪 最后下放黄州 在身上一无所有的时候 忽然看到稿木的力量 然后画枯木 然后开始跟别人说 我完全像一段死灰 大家看到他的憨实帖 东坡写的 这段时间最有名的真基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憨实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韩时 自从我被下放到黄州 已经过了三个韩时节 年年遇袭春 春去不容袭 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会惋惜春天 可是春天还是这样继续过去 不会因为我惋惜而停留 你会感觉到他这个时候写诗 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境 很多不心境 一共写了两首 现在大家看到是第二首 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春江欲入户 春天江水一直在上涨 他住在江边 所以觉得那个江水简直要淹到家里来了 春江欲入户 雨是来不已 像前几天高雄的雨 这个雨还不断地在下 那他住的小房子 被整个的水包围了 小屋如渔州 所以我的小屋子 简直像渔船一样 写错了字 所以用四点把它点掉 告诉你说我写错字了 很少有朋友知道 王羲之的《蓝亭序》为什么是天下行书第一 颜真卿的记质文稿 为什么是天下行书第二 苏东坡的韩世帖 为什么是天下行书第三 因为里面都有错字跟白字 大家知道有错字白字表示说 它不是别人疼过的稿子 是它第一次的真基 当我们写给别人信 第一次写 你所有的情绪都在里面 你的愤怒 你的哀伤 你的喜悦 都在笔的变化当中 包括那个错的点都在里面 等到你电脑打出来 情绪都不见了 那个不叫书法 书法不是电脑打字 书法是全部的情绪都在里面 小物如鱼粥 蒙蒙水云里 下面出现它这个诗里面 大概最重要的句子 因为韩时节是不准吃热的菜的 就不准烧炉灶 所以空袍 空的厨房煮韩菜 就吃沙拉了 空袍煮韩菜 破灶烧湿尾 破破烂烂的炉灶 烧那个 因为下雨下了很久 所有的柴都是湿的 好 我把这两句抽出四个字给大家看 空袍的空 韩菜的韩 空韩 破灶的破 湿尾的湿 空韩破湿 有没有发现这四个字变成非常无阻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种郁闷潮湿的不开朗的感觉 空韩破 跟这个诗 四个字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哪知识韩十 他过日子已经过到根本不会去四月历 看形势历的 因为下放的时候 就等于是一个软禁的政治犯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韩十节 可是韩十在清明前后 所以他淡见乌贤子 他看到有一只乌鸦 嘴巴里咬着 坟墓上烧盛的纸灰飞过去 因为清明节我们会扫墓 会烧纸前 然后乌鸦会咬那个烧盛的纸灰飞起来 他看到那个画面 他才想 已经是韩十节了 已经是韩十 他心里很多的感伤 好 注意 淡见乌贤子 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书法 什么叫做书法 看一下破这个字 看一下照这个字 如果你手上拿的毛笔 你写这两个字 你会压到笔根 压到笔根 非常重 你再看贤子这两个字 有没有发现 全部在用笔封 锐利的笔封 而显纸的纸 为什么用这样的写法 而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纸的写法 因为底下是个毛巾的筋 而这个筋的最后一笔 为什么拉这么长 像一把刀杀下去 而该杀的刚好就是那个 一直陷害他的军 我们不知道 苏东坡也不会知道 可是书法很有趣 书法里面全部是情绪 书法里面全部是他潜意识里面不能说的东西 他如果说他也杀头了 可是书法的迷人是说 一千年以后我们读现在唯一相信最好的韩石帖的真机 我们相信是苏东坡把当时的心境全部写在这一个书法当中 是原稿 是真正的原稿 作为一个儒家的信仰者 信仰君 要忠君 可是君门生九重 皇帝这个时候不见他的 因为你是政治犯 孙力人有一阵子也见不到执政者 你根本没有办法见到那个最高层 所以君门生九重 那好吧 就回来尽孝吧 清明节至少可以扫一扫自己爸爸妈妈的坟墓 个坟墓在万里 因为他爸爸妈妈的坟都在四川 他这个时候在黄州长江的下游 他回家扫墓的机会也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被看管的政治犯 所以他说君门生九重 坟墓在外里 尽忠不成尽孝不成 也泥枯涂穷 很想学魏晋的时候一个 每天走一条路 走到没有路可走 绝望地坐下来大哭的软急 穷途而哭 可是我好像比他更惨 他说我已经心尽是死灰 吹不起 好注意 死灰出现了 就是庄子的典故被苏东坡用在他的诗里 死灰 一个稿目画成了画 一个死灰 写在他的书法里面 你看一下死灰这两个字 书法的迷人在那个灰里面 几乎有一个人的表情一样 好像是一张脸 一张沮丧的 接近于绝望的一个脸 可是我们都会想到 这个东坡居士 这个时候说自己死灰吹不起 我们会不会想到他的19岁 在考试的时候 别人都还在那边 努力的要写出 可以考取的文章 他就早就写完了 然后听着 业余跟他弟弟在聊天 然后等到放榜的时候 密封的卷子 梅瑶辰改考卷 改着改着就 不相信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文章 文章这么好 字写得这么漂亮 然后才情这么高 然后他不敢改了 就拿去给欧阳修改 欧阳修是主考官 欧阳修也吓了一大跳说 会不会是我的学生曾拱 可是曾拱好像也没有这么有才气 所以万一是曾拱怎么办 你给他第一名 人家觉得你在官说 是自己的学生 所以就给他第二名 我觉得这个人一开始就蛮倒霉的 明明是那一年的状元 结果就变成第二名 然后一打开看是四川眉山的书室 然后欧阳修连夜 叫醒仁宗皇帝 告诉他说 我今年考试得到一个人才 这个人将来是太平宰相 可以做太平时代的宰相 所以仁宗皇帝一直记得这件事 仁宗皇帝的皇后也记得这件事 可是这个皇后老的时候变成皇太后 太皇太后的时候 这个年轻十九岁这么得意的一个才子 刚好在监牢里 所以这个太皇太后就哭了 就跟他的人宗皇帝的后来的继承者神宗说 这是你祖父当年最爱的一个年轻人 好我要讲的是稿木死灰 跟他的青春的对话 青春的对话 苏氏一定想到当年是多么得意 因为皇帝召见他 在这么多的考生当中 独自召见他 然后也听说有人讲他将来是太平宰相 好如果你十九岁听到这样的话 我想大概真的会得意忘形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听到好 你会知道接下来会有多少的侮辱 打击陷害权 一样一样来 一样一样来 那个苏氏觉得他什么也没做 怎么每一次外放做官 都把最坏的地方给他 而有趣的是 每一次到那个大家认为最坏的地方 他又觉得蛮好 到了西湖他就觉得 这个地方真漂亮 那么带着老百姓来修书题吧 修一个题房吧 我们都觉得题房 现在是不得了的美景 他当时是水利工程 他觉得那个水利工程 那个马路不弄好老是坑 当然有问题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他就老得罪那些 19岁没有被皇帝召见过的人 好 所以我的意思说 年轻时候所有的热情的燃烧 有一天变成死灰 并不是死灭 其实他还有他的温度 还有他生命的温度 只是内练 只是内练 我想这是庄子 奇悟论里面真正要讲的东西就是 懂得搞木 也懂得死灰 而真正把庄子 这个意义体现的 大概古今中外 就是苏东坡 就是他完成了这样的意义 所以有机会大家看一下 故宫博物院的韩林 那再去思考一下我刚才问的 为什么一千年来一个文化只用黑白画画 他跟罗浮宫的话 跟大英博物馆的话不同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在一千年当中坚持 我可以拍彩色照片 可是我只拍黑白 我相信那里面的美学是 有非常惊人的庄子的东西在背后 就是怎么去过滤 怎么去沉淀 怎么让色彩沉淀 最后变成一个反省的力量 好 接下来 庄子就带大家听 南国子齐告诉言成子游说 不要只听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其实是嘈杂的 那能不能去听一下大地的声音 而这个大地的声音 他从风开始讲起 说大地其实会呼吸的 大地有一种呼跟吸 而大地一旦呼跟吸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风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会有一个那样的气流 在气象报告里 告诉你说 有一个叫尼泊特的台风形成了 它怎么样子移动 怎么样在海洋上吸收所有的水汽 怎么样形成它的形体 有没有发现 好像庄子讲的东西 就是齐鸣为风 庄子觉得风是一个有机的东西 它其实在大气当中 它在慢慢慢慢形成 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它也是一种物种 它也是一种物种 它说看起来它不在 你要问别人说风在哪里 你不知道在哪里 你要怎么找到风 风住在哪里 风怎么行走 你都不知道 可是它如果一旦来了 万翘怒好 注意 我们很熟悉这个成语 翘是我们的七翘 人有五官七翘 那庄子觉得风也有 它可以让宇宙之间所有中空的孔洞 全部发出声音 而这些翘 平常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 一旦风来了以后 全部变成声音 就是地来 就是大地的声音 所以它下面用了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声音美学 说大木百围之翘穴 如果上这一堂课我想庄子绝对不在教室上 他大概把学生全部带到 大五山的森林当中 在一棵大树底下 那棵大树是一百个人围不住的一棵大树 然后坐下来 闭起眼睛 什么话都不要讲 你就听那棵树在台风来临前的声音 那这棵树会有多少声音 那庄子用了像鼻子 像嘴巴 像耳朵 所有的人的身上 以及建筑上的空间 去形容这棵树构成的翘 然后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有口子边跟言字边的字 都是声音 各种声音 所以不要被那个注解搞得头昏脑胀 你每一个字都去翻康熙字典 最后你就读不下去 它就是各种声音 我也鼓励很多年轻人 你就把那个字变成你今天要的 各种嚎叫 吼 所有口子边 所有言字边的字 你把它找出来 就是发声的字 所以我们又发现 庄子讲的地赖 不是贝多芬 不是巴哈 其实是宇宙的神 他总觉得担心我们 被人为的声音限制住了 如果没有到大自然当中 哪里有田园交响曲 那是被人限定的东西 可是田园有自然的田园 贝多芬一定也是从那样的田园里 得到很多的概念 最后变成用各种乐器去表达 可是如果不听那个大自然的地赖 哪里会懂 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讲到所有的 临风跟飘风 风的层次 其实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碰到台风 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你会听到各种声音的 我到池上以后 因为住了一个60年前的老房子 忽然觉得声音回来了 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住的工艺 已经用气密窗以后没有声音了 然后在那个60年的老宿舍里面 因为还是木头的窗户 而且木头本身随着热跟冷 湿度 它会膨胀会缩 所以它永远会有声音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 那个声音 我有朋友在我那边住了一夜说 完全睡不着 因为他比我年轻很多 他是气密窗长大的 可是我跟他说 我没有那个声音我也睡不着 我觉得小时候的台风来临的时候 我是听那个声音 窗户的声音 还有家里摆满很多水桶 叮叮咚咚的那个漏雨的声音睡着的 就是很少有朋友 大概有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台湾的屋子 大概到台风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声音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帮助我有一个 懂庄子地赖的经验 就是庄子要讲的地赖是说 无所不在的自然当中的声音 其实他没有讲天赖 他讲的其实还只是地赖的 这一段 从风怎么样让万俏怒豪 到立风记 记这个字是停止的意思 这个大风一旦停了以后 众俏为虚 你再去找 每一个孔穴 其实都是空的 什么也没有 那声音到底从哪里来 因为空才有了那个声音 就像我们所有的器官 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存在的状态 它必须跟外物发生关系 我们的眼跟颜色 我们的耳朵跟声音 我们的舌头跟味觉 我们的鼻子跟嗅觉 我们的片部的身体的皮肤跟触觉 眼耳鼻舌身 色声相畏触 它其实是相对的一个对话 那庄子在这里讲的 其实跟佛经里面讲的这种器官 六根跟六成之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像 好 然后带着奇悟论去走这个田之谷湖 刚刚讲说因为是出血 我第一次看到说 这样的画面 我用手机拍的 它当然应该有色彩 可是它没有色彩 别人都说你是用黑白底片吗 我说我没有用 我就是用手机 可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白 它本身里面没有色彩 所有在出血之后 颜色全部被覆盖了 全部被覆盖 我们生命里面所有表象的东西 有一天会被死亡覆盖 它会让它安静下来 所有的嘈杂的东西也会沉静下来 所以庄子在这一段当中讲的 什么叫做真 什么叫做假 什么叫做是 什么叫做非 什么叫做生 什么叫做死 什么叫做可 什么叫做不可 好 我不一一细讲 可是你会发现你走在那个雪地 当我穿了雪鞋 可以踩进三十公分的雪地 走那一圈湖的时候 忽然觉得好好笑 因为庄子跟你说 他的时代跟我们今天一样 有各种是非 我们今天总统候选人里面有各种的是非 那庄子的时代有儒家的是非 墨家的是非 大家应该很熟 儒家骂墨家 墨家骂儒家 为什么 因为儒家觉得 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以吉人之幼 因为儒家的事是家庭伦理 以家庭为主 那墨子呢 墨子的事是说 不一定要是自己的父母 我看到这个人需要 我就帮助他 如果在长照的这个时间 这个人 完全没有人照顾 那我的父母还好 那我就去照顾这个人 他讲坚爱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这样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两个都是对的 可是有没有读过 孟子骂墨子骂得非常厉害 说无父无君 你这样讲坚爱 不是没有父亲吗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有趣 我们今天跟一个人 在讲是非的时候 其实就是儒家跟墨家的状态 因为墨家 墨子并没有说不照顾你父母 他只是说 谁需要我就照顾谁 可是孟子就说 你不把自己的父亲列为第一要优先 你就是无父 你就不孝顺 你不把自己的君王列为第一要服务的对象 你就是无君 无父无君 那如果大家从墨子的角度 你会觉得墨子也有点太极端了 那墨子好像也批评儒家 认为儒家老是只孝顺自己的父母 或者对自己的君王好 所以我相信庄子当时一定听到了各种蓝的诗 绿的诗 蓝的飞 绿的飞 他听太多太多 就是儒跟墨 所以他说 如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 听起来很抽象 可是我还是要讲 庄子最好的诸解 其实是今天的台湾 你大概多听这个人骂另外一个人 你就懂了什么叫非 再听听那个人讲他自己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是 而这个是跟非 在先秦的儒家当中 墨家当中 也不比我们今天好很多 只是庄子有一个比较超然角度觉得 我可不可以听听这边 我也听听这边 我觉得两边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 可是两边又都有他们的不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台湾太需要起乌论了 就是我们如果多读一点起乌论 我们大概不会那么急着下结论 而多听一下 好 所以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可 方不可 方不可 方可 应是 应非 应非 应是 好 我把大家带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快要疯掉了 因为庄子玩了很多很多逻辑上的纠缠 什么叫死 什么叫非 什么叫可 什么叫不可 什么叫生 什么叫做死 而所有这些庄子认为是相对的概念 最后他希望能够跳脱 他觉得奇物是跳脱所有相对的概念 然后了解到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好 你不要看著解 你今天晚餐的时候 你就跟一个永寒派跟反寒派的人 你就听到他的事是一穷无穷 非也是一无穷 就他可以一直演绎下去的 而庄子大概在那边静静地听 而那个静静地听也许提醒我们说 我们需不需要有更多聆听的智慧 而不是那么快地下结论 而庄子的了不起到最后 他也无法下结论 因为这么多的可与不可 我一直觉得庄子当时大概人缘蛮好的 所以儒家也拉他 说你要不要参加我们蓝的这一派 大概墨家也拉他 所以到最后他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讲一个故事 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就讲了朝三暮四 他说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人专门养猴子 这个人叫鞠躬 鞠躬就养了很多猿猴 那猿猴就是要吃那个橡树的种子 就腹毛 毛就是橡树的种子 有图片 然后这个鞠躬就要分配 一立一休你总要分配 所以他就跟这猴子说 我们来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们早上三颗 晚上吃四颗 你们就是一天两餐 然后所有的猴子就发怒生气 说我们上街头示威抗 下次不选你 然后这个鞠躬就没办法 就说好吧 那早上四颗 晚上三颗好不好 所以猴子就拍手 说太棒了 这个改革太伟大 我觉得装子好了不起 就是你不到 一个现实的新闻当中去看装子 你不知道他这么了不起 就是他完全看透了 原来所有的巨大的愤怒 跟巨大的暗战 不过就是自己的情绪而已 而所有那个事实 并没有真正被理解 所以我想装子 其实他的悲哀是说 生命能不能更深入到 进入到稿木死灰的时候 其实他是安静下来了 他不会在那边只是一个表象的 一种浮浅的 快速的结论 好所以 我觉得装子的奇悟论 真的不是很容易懂 因为朝三暮四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成语 可是也是骂人的话 所以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朝三暮四 早上讲了一下 下午又改来改去的 可是我们会发现 装子提醒的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 每一件事 是不是都在朝三暮四中 因为如果没有事实真相的反省跟理解的话 其实我们 也许就是一个朝三暮四的闹剧 而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非常迷人 因为我在台北常常经过那个立法院 我觉得好像每天都在演同样的戏 那这个朝三暮四里面 我也不觉得是装子的嘲讽 我觉得是他的爱 悲哀吧 有一种悲悯 觉得生命离那个真相的理解 怎么会这么遥远 这么困难 而生命能够安静下来 对真相做更多一点的解剖 冷静的分析 这么困难吗 我想也许朝三暮四留在这里 真正的意义反而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装子就大胆地跳脱了 所有的相对的概念 而提出说 天下莫大于秋好之末 秋好之末是秋天 动物会脱羽毛 脱羽毛以后 刚刚长出来一点点非常小 肉眼不容易觉察的 那个秋好之末 我们大家可能看过古代的做官的人 上面有个明察秋好 就眼睛特别好 才能够明察秋好 那是被认为最小的东西 可是装子说 或许天下最大的就是秋好之末 有没有发现 非常难理解 因为他好像把是非颠倒过来讲 可是接下来他又说 泰山为小 你们觉得那个最大的那一座大山 玉山 他说那是最小的东西 可是能不能从刚才讲的逻辑来推 是非真 未可不可生死 装子意思说 我们没有了解最大 我们也没有了解最小 所以所有的大小是在比较当中 所以有比秋好之末更小更小的 所以秋好之末比起中子 直子量子 他是天下最大 那有比那座玉山更大更大的 银河溪外太空 所以他是最小 所以装子的提醒是说 当我们不知道最大跟最小的极致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结论 只是一个暂时虚拟的现象 就是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说 装子对空间的解释说 至大无外 至小无内 最大是没有外面 最小是没有里面 只要可以分裂 就不是最小 所以现在量子物理出来 量子还不是最小 因为还可以分裂 你就看到装子的厉害 儒家根本不会谈到这个东西 孔子从来不关心 这个外太空外面 还有什么银河系 那个东西叫至大无外 人类还没有探险到最边缘 最外面 到底有没有外面 没有找到那个部分 你就没有找到最大 所以至大无外 至小无内 其实在现在的天文学跟物理学上 装子这八个字都是了不起的 提醒我们说 我们永远在知识的中途 在经验的中途 我们对所有的结论 都要小心 都要谨慎 因为它只是暂时的一个虚拟 如果你认为它是永远的正义的时候 你就错了 你就立刻犯了一个错误 所以时间上 莫受乎伤子 二十岁死掉 大家认为是早腰 可是对于装子来说 说明生命是永恒了 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在某一个年龄结束以后 永远被记忆的 庄子对于时间也看法不一样 那个活了八百多岁的 对庄子来讲 时间上还有比他更长的 因为我们逍遥游就讲过 明林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春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那庄子总是把人 带到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当中 去经验 我们自以为是的 那个空间与时间 好 下面我再跟大家看到 庄子在所有的相对逻辑讨论完以后 因为他觉得人很大的无知在于 喜欢下结论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个孽缺 孽缺你大概知道 就是那个牙齿缺了几个门牙的那种 我觉得他常常出现的人物 真的很像武侠小说里面那种长相 看起来其貌不一样 聂缺有一次就去问王尼 他觉得王尼是有智慧的人 他就说 只知物之所同 是乎关于物理啊 他们的一些大问题 然后这个王尼就回答 无物乎知之 我怎么会知道呢 然后他又问第二个问题 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这个知识论上的问题吗 他就回答无物乎知之 又回答同样一句话 然后第三个问题说 你知道物本身是无知的吗 他说无物乎知之 好 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用这个成语叫一问三不知 可是我们讲一问三不知也有点骂人 就是你怎么搞的一问三不知 可是王尼是庄慧奇物论里面境界最高的 就是说 我就是不知道 我有多少东西我根本不知道 我干嘛一定要说我知道 那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在儒家哲学也不太容易存在 因为好像圣贤不太敢说我不知道 可庄慈认为 到生命经验最高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不知道 因为相对于刚才我们讲的量子物理跟外太空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一问三不知 我们现在也颠倒过来讲 我们认为是不好 因为我们深受儒家影响 可是庄慧刚好认为 一问三不知很了不起 所以试试看你晚餐的时候 别人问你说你觉得谁会当选 你说我不知道 那如果问了三次你还说不知道 那个人大概就要骂你了 可是如果你坚持下去 你就是亡泥 如果你坚持两个大概就是你也缺 我觉得庄子常常创造了 非常有趣的故事跟画面 也许让我们忽然在生活的某一种事件跟情境里 有机会跳脱一下 我说有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 因为有时候你被人家逼逼逼 你就说我觉得谁会比较可能性 好你就开始吵架了 完全不是 所以我一直在学一问三不知 可是我到现在学的不是很好 做不到王尼这么大胆的时候 我怎么会知道 他就是非常坦率的说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 外太空到底有多大 那人类现在才刚知道光 一秒钟绕地球几圈 才刚刚知道 可是那个光 在整个外太空里跑多久 我们根本还不知道 所以人家跟我说 你晚上看到那个星 你说好美 那个星已经不存在 因为它光到地球的时候 它已经掉了 那你会发现你掉在各种 没有办法下结论的事件当中 所以这个王尼是了不起的说 我真的不知道 那如果我要勉强知道 我只是虚拟 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一定要相信 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拟的状态 好 下面最后的时间 跟大家讲 启物论最了不起的两个梦 儒家不太喜欢谈梦 空子大概连学生白天睡觉 他都很厌恶 那做梦好像是一个 很大对生命的浪费 庄子总是把人带到梦的世界 他说有一个人做梦 他不知道他在做梦 他喝酒 喝了好多的酒 法国五大酒庄 然后年份最好的 所以这个人一定乐死了 觉得好过瘾 怎么喝了这么多好酒 可是过一会儿天亮了 注意淡这个字就是天亮 天亮以后梦醒了 所以他才知道刚才是梦 庄子很了不起的一点说 你在梦里面 其实你不知道那是梦 你必须要有一个觉醒的过程 你才知道是梦 所以你们现在可能在梦当中 如果你等下醒了 你忽然发现你刚才所有 听了唠唠叨叨的东西 其实在做梦而已 那这个梦到喝酒喝得很开心的人 忽然醒了以后 他就大哭起来了 哭得好悲惨 人生怎么会这么惨 这么绝望 可是过一会儿又淡 又天亮了 他发现他大哭是在做梦 他就去打猎了 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 你会觉得 庄子里面有一种好大好大的悲哀 他在讲人在连续不断的梦里面 没有办法自觉的梦当中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 梦与觉之间的关系 好 读一下 梦饮酒者淡而哭泣 梦哭泣者淡而甜脸 方其梦也 不知其梦也 所以一个人侃侃而谈的时候 可能在梦当中 所以你把那个梦当那么真的事情 那醒觉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庄子哲学被误解认为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虚 因为觉得那个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梦 可是我不这样看 我觉得庄子还是期待 能不能有一个觉 觉而后知其梦也 如果你醒觉过来 你觉悟了以后 你才知道你刚才是在梦中 那大觉而后知其大梦 你有大的觉悟之后 你才知道刚才是一场大梦 可是碰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庄子问说 一个婴儿诞生 他是醒觉还是进入梦中 一个人死亡 他是进入梦中还是醒觉 可以了解吗 生跟死是最大的梦跟觉悟 可是我们不确定 生是入梦 还是死才是入梦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 那启物论最后结尾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大概会有一个好大对生命的彻底的悲伤 而那个悲伤是告诉你说人的知识的有限 对所有判断的有限 而如何谨慎拿捏自己的分寸 好 下面再讲一个故事 魂魄 王两这两个字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注解 可是基本上王两 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魂魄 王两就是我们走到森林当中的那种精灵 那种好像没有形体 只有一个魂魄存在 有一天魂魄就问这个影子 问影子 我坐在这里 我有影子 大家会看到我手的影子 我脚的影子 那他就问影子说 你刚才在走路 现在为什么你停了 那你刚才坐着 为什么你现在站起来了 就这个魂魄在问影子 我觉得好精彩的对话 这个大概你在儒家也不太容易看到 大概会被孔子骂一顿 就是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可是你知道那个人跟影子的对话 其实非常有趣的 然后这个影子就被骂了 就王两说 你不是太没有自己的主见吗 你老是人云亦云 人家讲谁好 你就谁好 人家讲谁坏 你就跟着也在那里吆喝 其实庄子本来就在讲说 我们是不是那个朝三暮事 其实影子就是朝三暮事 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主见 那影子说我没有办法 我有待 就是我有一个主人 我是他站起来 我就站起来 他走 我就跟着走 他说你没有看到吗 蛇在流动的时候 蛇有很多的鳞片 你没有看到蚕吗 夏天那个枝了 那个叫的蚕 它有透明的翼 翅膀 那如果这个蛇死了 如果这个蚕死了 这些鳞片要怎么动 这个翅膀要怎么飞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想到 刚刚讲地赖 就是所有的翘 是虚的 我们所有的眼耳鼻舌 这些翘 如果死亡来临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现在觉得他 眼睛要看这么多的颜色 耳朵要听这么多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五官 这些翘有这么多的需求 可是如果有一天像蛇腹 像调义 像禅的义 它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庄子没有给答案 我觉得庄子还是告诉我们说 他不是不会停止的 他有一天可能就不在了 而那个时候 他要依附什么 那依附这个意 又怎么样子 无事所以然 无事所以不然 我到底知道什么 我到底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 庄子不断用各种的疑问 各种的问号 都是在抵抗 随便下结论 因为所有的结论 不如那个问号 宁可对生命有各种的提出的疑问跟思考 而不是下结论 因为结论不会再思考了 可是如果是疑问 它就不一样 那个问号本身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始 我想这里面都隐含着奇物论里面 庄子对人极大极大的期待 是说我们能不能从朝三暮四的状态 最后能够听到天籁 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感官世界 好 然后我们真正进到了最后一段 大概也是奇物论最有名的一段 庄子忽然摆脱了所有逻辑的纠缠 跟学生说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我变成蝴蝶了 然后这个蝴蝶就翩翩起雾 在空中翩翩起雾 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有庄周 庄子的名字叫庄周 那我觉得我就是蝴蝶 等到我觉醒以后 我才发现我是庄周 那他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好注意庄子又是问问题 而不是下结论 他没有告诉你 他的梦到底结论是什么 他只告诉你说 刚才是我梦到蝴蝶吗 有没有可能是蝴蝶梦到了我 那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物种 而我有一个梦到蝴蝶的经验 那蝴蝶有没有梦到我的经验 而那个生命是可以这样互通的 好 你不耐烦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庄子在讲什么 所以那个不耐烦的人 很快会离开齐无论 可是齐无论就是 不断地把你带进 这样的一个梦当中 它的影响多大 到了唐代 李商银写 庄生 小梦 蝴蝶 是从这个东西引发出来的 到了明朝 汤贤族写牡丹亭 一个女孩在梦里面见到柳梦梅 她相信那个人绝对在 她宁可用死亡 再活一次 在死亡当中跟柳梦梅相见 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蝴蝶梦 因为蝴蝶梦的影响 而使得一个文化里面出现了 非常多把生死对话的这种空间 那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会怎么去解读这一段故事 就是 这一段是我最不敢注解的 因为我觉得她原文太漂亮 她就是告诉你说我梦到了蝴蝶 然后我不确定 是我梦到蝴蝶 还是蝴蝶梦到了我 没有任何的一个结论 而这样的东西使我不断地想 看到一个文化当中怎么去画这个蝴蝶 怎么样从蝴蝶或者飞蛾的形貌当中 隐约地感觉到物种里面非常神秘的某一种经验 那这是在北海道的一个蝴蝶的博物馆当中 看到各种的蝴蝶上的斑纹 然后你发现它不是斑纹 而变成一个内在的潜在的生命的意义 记忆的时候 你忽然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真的做过这样的梦 而那个梦是你跟蝴蝶的一次奇怪的对话 像宋代的画的这样的一个扇子上画的各种蝴蝶 其实如果有机会你到美农去看一看 蝴蝶翠骨 然后你去等着那个蝴蝶在一夜之间孵化的那个黎明 你简直是热泪盈眶 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个现象 所有的蝴蝶这样子飞起来 而那个生命从一个奇怪的蠕动的一个小小的虫 最后一一的在黎明的阳光里面 全部变成一只只飞起的蝴蝶 我想那个是要庄泽要讲的东西 所以他是哲学家 同时可能是一个诗人 他用他的诗句写哲学 而留下一段一段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跟自己最深的内在对话的可能 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起南国紫棋 引击而坐 仰天而须说 无上我 那个毛毛虫失去了我才会变成蝴蝶 如果他坚持是我 是毛毛虫 他不会这样飞起来 所以我想这样的画面 也许是我特别想作为奇物论的注解的 有点像上次讲说 逍遥游讲到的坤 我宁可带大家去看蓝经 就是也许庄子需要很多物种的自然奇观的注解 那么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物种世界 你会看到他的海阔天空 很希望大家今天带着一个梦回去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梦 那你自己去跟自己的梦里的 那个时间跟空间对话 谢谢